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板块也是跟随起来 而科技股是不是要回来的呢 好 今天我们也是来分析一下 科技股板块的也是算是大哥翻根 而在这里我们将以形式分析 观察重点及个人看法的三个角度来快速分析它 翻根也是这个Semiconductor的板块 也就是半导体科技股 而在周五也是起24分 涨幅约8% 收盘在3.07也是相当厉害 可以比美这个Inari 好 我们先讲技术形式分析 翻根之前曾经有上攻一大波 到3.43 之后就逐渐的回调没有力 虽然在这里有反弹不过之后还是跌破了它的低点 所以目前看来还是属于下降趋势的 不过在周五上攻了一根阳线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它能否再度的挑战它目前的阻力3.26上去 当然在这里之前它跌下来在这里就形成了更高的阻力3.43 而目前的支撑是在2.94 所以目前我们需要观察的是它能否继续上攻 然后如果它有回调的话 它不要跌破这个2.54 当然更不可以跌破这个2.83 不过我觉得目前科技股开始有点力度 应该不会回调的话 不会轻易的跌破这个2.54的支撑 而它的MSCD 它在水下也是开始惊差的 这个也是一个好日 虽然它是反弹的行情 不过也就是说它的上升动力 已经从下跌而转为上升的动力 所以目前它反弹到多高 我们是观察的动点 所以个人的看法 它是有机会挑战这个3.26 如果它可以突破它的高点 那么它将会转变形成新的上升趋势 目前我们当它是反弹来看 如果它能突破第一个关卡3.26 它开始也是有开始有帮助它的上升动力 个人的看法 它目前是反弹行情 如果它能反弹多高 我们继续观察 不过目前这个股市反弹机会的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热的潜能 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站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热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臭 人 永岁 达 制装 木